上午在屏東縣潮州鎮平路某處工地旁 出現了大面積的坍塌 停放在路旁的車輛一度受困 車輛移走之後 坍塌的面積也變大 又三公尺深 據瞭解三天前 當地也出現了小坑洞 縣府勒令建商停工 也趕快灌江歸田 小客車困在塌縣的坑洞裡 趕緊動用機具移走 卻發現塌陷範圍越來越大 深度三公尺 寬度也足以讓整輛車掉落 民眾說曾向建商反映 路旁有裂縫沒被重視 相同地點在二號 也才出現過小坑洞 沒想到這次塌陷面積變這麼大 發地點在潮州鎮沿平路附近 縣府勒令業者停工也要求緊急灌江穩住地基 搭陷原因還要調查 不只潮州有路面坍塌 這次山陀颱颱風帶來強浪 也讓屏東方遼鄉大莊村 下寮海堤破損 行政院長 mentor 前往勘災 中央要求原定 並明年八月完工的海堤 敢在明年遜期前完成 農損救助的部分 則要求相關單位從寬從檢認定 並呼籲農民透過軟體拍攝田區 災損照片作為客觀種植的佐證文件 可免除勘查程序 記者王庭孟昭全屏東報導